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黑神化悟空早期废案公开 阴感攻期导致三减一半 两款DLC正在路上 黑神化悟空,二郎真君有甲 轻面獠牙,是赤头领轻牧师所变 各位黑神化的大佬们,好呀 根据外媒爆料 黑神化悟空,DLC以及去做姜子牙都在开发中 毕竟黑神化悟空接下来的DLC为两个 大家比较期待的天庭龙宫女儿国 是陀琳等地图 哪吒如来等角色也会上线 时间暂定在明年二月份的春节前后 这一波钱已经赚满了 名声也顶到头了 什么都不缺,真的要沉淀了 这部DLC要是能把剧情打磨好 质量持平这一部 那就真崛起了 回看有内鬼在三月份放出的消息 现在就非常真了 之前有过游科的独家专访 采访内容大致就是资金管理和人手不足 很多内容只能做删减和平衡 很可惜 作为一个第一次做3A的游科 能做得这么好 我已经很满意了 一千万销量名利双收 再说回到大家最关心的剧情问题 目前这张图上面的游戏 有的都是能对上的 而且铁扇也确实是白毛 根据原来游科想做六根六贼 也就是13张地图外加最后的一张最终BOSS地图 加上序章刚刚好就是15张地图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真的是原案 而且西游记很多经典篇章都没做 例如恐怖感拉满的斯陀岭 充满感情系的女儿国 十分神秘的海底龙宫 让人内心沸腾的天庭线等等 角色方面 还有让人印象深刻的金角银角 那一块的法宝站 应该是整个西游记里 法宝打斗最牛的部分 一个篇章出现了 好像七八样不同的神机法宝 特别好看 之所以被删了那么多 有两个原因 首先就是当时人手严重短缺 后面招完也才100多号人 只靠这么点人 用这么点时间去做十几张图 真能做出来绝对是奇迹了 再加上投资方吹得太急了 毕竟也这么多年了 只能被迫删除掉一些 还未打磨的地图赶紧上线 其次 还是成本不允许游科 制作体量这么大的副本 因为这是国内首款3A 没有前车之鉴 销量多少还是未知 如果13张节 每一张都要这么细致 268是肯定不够的 至少得400-500往上走了 国内现在这种环境 卖268都有一对人吐槽 玩游戏还要花钱买 诸如此类的言论 小公司承担不起亏本的风险 只能先试试水 结果正式版上线后 基本全是好评 现在在游科那边 就已经有打分标准了 相信后续DLC的水平 会更上一个档次 对于后续的DLC 我个人的看法是 前面这六张 我们大胜已经拿回六根 摘下金箍 那后面这个DLC上篇 就是大胜去联合一些盟友 最后下篇就打上天庭了 如此一来 故事才能算完美 我是挺期待 按照这个剧情来的 不然大胜就摘个金箍 担不起黑神话 这个名头啊 大家觉得呢 各位黑神话的大佬们 好呀 最近看 大家在讨论一个 非常激烈的问题 那就是 二郎真军的法相 究竟是不是用了 青丝的废案 不少玩家觉得二郎神用的是青丝 是废案 因为法相的武器是大砍刀 身材臃肿 肩甲衣服全是一串一串的骷髅头 面相就是纯狮子脸 有眼都能看出来 而且游戏中也确实挖到了斯陀岭相关废案 只是这样做资源利用更合理 而且后续也还可以改编成二郎神 因为某种原因吸收了青丝的金破之类的剧情 反正能源就是了 问题不大 但也有玩家觉得 是头领废案青丝模型附用 是笑话 二郎真军游戏里 法天相帝形象是施法 和青毛完全不同 很多人说 形象上怎么穿的骷髅头 这么凶绝对是青丝精 不是二郎神 原著里是这么描述青丝精着装的 身披金甲无丝缝 妖术龙涛有剑姬 意思是青丝精披挂整齐 金甲无丝缝 跟这个坦凶碌碌的形象完全相反 更没有有关骷髅的描述 而原著中并没有关于二郎神 法天相帝着装的描述 所以理论上怎么设计都可以 但游戏里仔细看一下 二郎神人形的头冠 是什么形状 就是一个金色骷髅头 而且除了多了两根须之外 和衣服上的那一堆 外表几乎完全一致 所以法天相帝形象上的骷髅 并不是空穴来风 反而青丝精的着装 完全没有骷髅的描述 有很多人说 二郎神应该用三尖两刃 而不是大刀 这个只能说是 唯一和原著不同的地方 但是玩过游戏就会发现 二阶段掏出了赶山边和开山府 既然大刀可能不是二郎神的武器 那赶山边和开山府 就更不是青丝精的武器了 而且原著中 此处并没有提及这两件武器 可以推测是一定程度的改编 还有很多细枝末节的论证 例如青丝精赤眉飘眼法 天相帝形象都没有眉望 法天相帝有天眼 就连腰间的金像上都有天眼 只有二郎神会 法天相帝等等 真的玩过之后才知道 法天相帝的战斗演出有多强 说后期剧情和第六章地图缩水 敢供合情合理 但强行说游戏内演出最好的一场战斗用的建模 使素材复用就很难崩 更何况此言论空学来风漏洞百出 对此大家有何高见呢 不妨留言交流下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